有一位大陆J网红他欺骗了很多港台人士的爱心 连他很多的陆配陆生的频道都受到了质疑 那我们还回得去吗 这次属其党非常的幸福 有幸和先生一起看了几场电影 今天特别来聊一聊奥本海默和Barbie 也非常的感谢公公和阿姨们帮忙照顾宝宝 本次影片呢 想借着Barbie海默的观影感受 来谈谈回不去的人生 虽然已经在暑期的末尾 但内容上难免会有些剧透 那未看过这两部电影的朋友 可以慎重的考虑是否观看本影片 我从小不玩娃娃 也不粉粉色 但是呢 我这次还是进入影院看了Barbie Barbie中的女性有不同的身份和职业 她们都叫做Barbie Barbie统治的这个世界 而男性大部分都叫做肯 在Barbie的这个统治的世界里呢 肯和其他的一些男性 他们在做什么或住在哪里 有什么追求 有没有人过问 Barbie真的只是女权出击 女力爆棚的又一部偏颇的 爆米画电影吗 我们的女主角是经典款的Barbie 金发毕业 身材凹凸有致 她的一切都是完美 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车子 一天从真眼开始 她的脸上永远带着满足的笑容 特别乐观 因为她的明天和今天一样 日复一日都是这么完美 不过有一天因为某个神秘的原因 死亡这个概念 偷偷地进入到她的意识里 原来生命可能缓缓走下坡 直到死亡 这个意识开始发酵 结果一切都不一样了 仔细回忆这个转折的桥段 我才意识到为何在影片结束离场的时候 我心中感到淡淡的忧伤 我在想 我又是从何时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呢 我的孩子又会在几岁的时候 开始意识到死亡这个存在呢 或者他们是突然碰见这个概念 一夜之间长大了呢 Barbie不再能快乐地垫起脚尖 她的身上还出现了皱纹 她正在慢慢变得衰老 她的身心立刻不再完美了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她就来到了真实的世界 结果更加糟糕 原来除了担心衰老和死亡 现代人还会咆哮 会抱怨 会经历从起初的一点点丧气 到最终完全绝望的丧志 那中间可怕的过程 每天呼吸的都是种种负面的情绪 这让她开始觉得有点难过 当她双脚踏在这块新天新地时 她的意识已经完全被打开 要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已经不可能了 她已经回不去了 就在这个城市景当中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伏笔 在车水马龙的路边 她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正隔着几个人的位置的白椅上坐着 借着阳光安静的阅读 巴比愣愣地盯着她瞧 瞧得老妇人抬头看过来 大家当时有一下子猜到她说什么吗 巴比情不自禁地说出 你好美 大家明明都怕老 抗拒老 为什么她觉得老妇人很美呢 这里我也想到 更早几周看到诺兰的神篇 奥本海默 故事背景是在二战期间 东西方许多的领袖国家 跨国争抢科学人才 务必先对手一步研究出 可以一锤定音结束战争的武器 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早上以奥本海默博士为首的高阶科学家们 为了拯救世界 而冒着摧毁世界的风险 与对手时间赛跑 于公于私都答应她一切要求 在博士看中的荒凉沙漠 重新建立实验室 研发原子弹 70多年前事件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当时的局内人完全没有办法预料明天 我们或许能悲观地猜测 这个毁天灭地的武器被创造出来 它可以对人类造成有多惨重的伤害 不过没有人知道哪一个国家的队伍能获得先机 爱因斯坦不接这个计划 官方辗转找到奥本海默 成皇成孔 毕恭毕敬 甚至是跃跃欲试 都不足以描述电影拍出来的博士的纠结 它到底接或者不接这个计划呢 无论它接或者不接 一定会有科学家设计出原子弹 轻型武器的发明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代发展到那一步时 世界已经回不去了 那就是我在看完 巴比和奥本海默之后所找到的共同点 既然改变不了 那就有往直前 其实在我看来 在陆军少将 带着曼哈顿计划 出现在空档的UZ Berkeley的教室门口时 一切已经回不去了 只是奥本海默 他要不要选择 将这个重任扛下来而已 我的表哥大我一岁 他有智力上的缺陷 他是我小姨的独子 在我小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因为意外 我的表哥早产了 当时是放在我小姨的 婆婆他们所在的医院 进行照护 因为是早产儿 所以他是放置在一个保暖箱里面 照护期间呢 医院呢 是发生过停电的 后来再发现我的表哥 表现出越来越多 不同于同龄人的一些行为以后呢 我的小姨就一直怀疑 是否是因为当时医院停电 导致早产儿 我的表哥 他大脑缺氧 以至于导致永久性的脑损 小姨的婆婆一直都不认同小姨的疑问 她一直认为是早产的原因 这件事情我只听她谈起过两次 这次回答我说 她特别有和我讲到说 其实在我表哥还是婴儿儿的时候 在面对她的一些 她觉得很奇怪的行为时 她没有意识到 其实是因为我表哥真的和同龄人是不一样的 她只是心里很急 甚至有时候会严厉的指责她 她觉得她用错了方法 对此她很后悔 如果事情已经发生就再也回不去了 家人能做的就是扛下这个责任 充实现代 看向未来 我的表哥读了几年小学以后 因为完全跟不上 只能转读特殊教育 毕业后呢 也是我爸爸托人 先后让他在工厂里 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 虽然收入真的不高 但是他很感谢我的爸爸 如此的帮助他 所以他空时呢 就会电话问候我的爸爸 平时他没在上班的时候 他就会经常去到老人的家里 陪伴老人 他其实有跟我提过 他知道他身上有这个残疾 他也知道他很多事情 不会做做不了 也知道很多人看不起他 但是他还是会去表达一些感谢 也会比我关心他更多的来关心我 叫我照顾好我自己 现在终于在大家的帮助和祝福下呢 他步步了婚姻 虽然他的生活看起来 非常的平凡且不容易 但是他有那种发起内心的感谢和满足 生活也因此拥有了很多 朴实的温暖 看Barbie预告的时候 我真的是噗痴这样笑出来 我以为这整部影片会是一个非常爆笑的节奏 但是当我真的进入里面 开始看的时候 跟我预设的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部以幽默的手法 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完全预见的这样一个影片线索 来探讨很多的社会现象 自我认知等问题的这样一部影片 当我看到尾声有一幕 出现一对重要配角女女当年的时光跑马灯 我发现幸福并不死板 男主角肯一度占领了Barbie世界 把粉色的Barbie世界变成了父权王国 用PVA的套路 让一些职场型家庭型的Barbie们 全部都换上非常性感魅惑的衣服 后来这一堆肯又被Barbie们感激打倒了 这里是不是女权打赢了父权 女权的又一次胜利呢 我看到不是 这里的父权不是真父权 我看到这里的父权 权都是装出来的 真正有魅力的男人形象 应该是肯他在真实的世界看到的高大骑士 是金融界算无一策的精算师 是公正严明的领导人 这些形象给人一种有远见 有担当的安全感 如果是碰到这样的leader的话 就算是让女性退居幕后 做一个helper的角色 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可是肯他自己所建立起的这个父权王国 完全是仗着自己拳头大 声音粗 先装得自己很威猛 然后立刻开始从女性身上 索讨满着自己个人欲望的东西 我看到的Barbie不是要把男人踩在女人的脚底下 他的旗帜是平权 是要打倒那些虚假的 硬撑的 自私的反面人格 肯的王国把路已经走偏了 当男人把他的面具跟盔甲卸下的时候 男人的生活才会更加松弛 而大家也会感觉更加的松弛 前面我有提到 在我看完Barbie离场的时候 我感到了淡淡的哀伤 现在想一想 每个人都日复一日的努力 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Barbie她实现了平权 下一步呢 她居然没有留在Barbie的世界 她选择走向真实的世界 那个充满负面情绪的世界 实现了梦想的Barbie 她应该是生活在第一幕的那样 金发碧眼 身材凹凸有致 她的一切都是完美 她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车子 一天从睁眼开始 她的脸上就带着满足的笑容 特别乐观 她早已经经历过那样的生活 而且她的心态已经回不去了 她选择走向未知 对于她的虔诚未知 我觉得有种哀伤与不舍 好像一个婴儿 脱离了妈妈的完美肚子 开始会碰起细菌了 也可能被热汤烫到嘴巴了 也好像一个留学生 异乡人 脱离了爸妈的完美家庭 开始会碰见文化差异 真的会一个人躲起来哭了 虽然她的虔诚未知 但是作为认真观影的观众 我觉得她还是幸福的 因为她有能挖掘生命中细小美好的能力 我喜欢巴比 她称赞老太太 好美 大家明明都害怕老抗拒了 为什么老妇人那么美呢 因为老妇人笑笑地走过了那么多的路 包容了那么多的经验 虽然回不去了 可是她一切都是那么peace 就凭挖掘美的能力 我相信巴比她会幸福 所以在不舍当中 我又为她感到高兴 既然回不去了 便要勇往直前 希望我们可以把如此正向的东西 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咯